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三天的深圳公益大讲堂 到现在就要落下帷幕了 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非常难得的这次机会 那么在闭幕的时候 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歌词 深深的凝望着你的脸 不需要任何的语言 下面呢 请允许我呀 在台上鞠一个宫 各位观众 在河北省的唐山呢 发生了大地震 我们看到啊 现在正在啊上演这个片子 在那一天晚上啊 有25万多人遇难了 我当时呢 就在那个废墟里面 我是被救出来的幸存者 那一年我七岁 汇报的老师当中 像我这样的唐山老乡啊 还有四五位 他们都是唐山人 这场大劫难呢 对于我们来说 别人是体会不到的 一夜之间呢 25万人就离我们而去了 那么很多今天的 我们到全国各地做汇报 很多的观众啊 向我们提这个问题 说你们为什么要出来 我们都是义工啊 都是免费的呀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这些来自唐山的老师们呢 有一些现在已经是 到下一个场地去了 现在呢是这个余总还在 这个崔大嫂在吗 这两位也是来自唐山的老师 我们也欢迎他们 对 好 请坐 我们经历过这场大灾难的人呢 和其他地方人 心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些人问我们呢 说你们为什么也不要钱 出来到处来做这个论坛 来帮助别人 为什么呢 各位 我们这些人呢 是多活了三十四年了 又到了这个时候了 7月28号 我们有二十多万同胞 先我们而去 我们比他们多活了很多年了 真正是深深地凝望着他们的面孔 在天之灵 我们特别惭愧 三十四年过去了 我本人呢 学传统文化呀 刚刚四年的时间 我有三十年呢 虚度了 我对不起他们 我特别惭愧 但是呢 我们这些人 有一个愿望 希望一直这样做义工 做下去 为什么呢 老天 不能够白留我们一条命啊 那么多人走了 为什么把我们这些人留下来了 就是让我们 多做一些好事 多帮助一些人 对 要不然 大家活一辈子 你说干什么呢 吃喝玩乐 留下来 一回头 这人生在世 留下来全是垃圾 太可惜了 老天 为什么把你留下来 多做点好事吧 所以我们都发愿 我现在是四年了 我在单位 我现在已经这个四年 没有任何单位 给我开工资了 我是东方时空 第一代主持人 那么我现在也没饿死 活得很好啊 我也不知道 我会什么时候死 但是我就希望 多做几年义工 为什么呀 我对得起啊 二十五万 我们这些人 对得起那二十五万多同胞啊 我们是这个想法呀 所以人生在世 不能光畏自己 那些同胞当中 有我的 爷爷奶奶 我一定啊 我们一定啊 要对得起他们 这样的时候啊 回首自己的一生 你还做了几桩好事情了 所以说 我们特别感恩 主办方 给我们这个机会 你不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连做这个好事的条件都没有 所以我们这些老师 非常感恩大家 真的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三天的大讲堂结束了 各位知道 我们是从七月三号广东汕头啊 来到这个地方的 汕头是同一场 一直到深圳呢 我们讲了八场 七个地方 七个城市 我们这次啊 我们这次啊 特别的感恩呢 特别感恩呢 广东省人口文化促进会 孙会长 孙会长在 对 还有我们看到啊 深圳这么多主办方 给大家开这么一个大讲堂 都是免费的 据说午饭呢 都是免费的 非常感恩这些领导 这些政府部门 有史以来啊 广东省有史以来没有过啊 六十年从来没有过 多少年都没有过啊 我们给几万名观众做汇报啊 全国各地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台湾 各地的这些观众 坐飞机 坐火车 都赶过来听这个汇报啊 这个是盛会 谁主办的呢 我们的政府部门 谁来倡导的呢 我们伟大的领袖们 主席和总理 号召 弘扬传统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 没有 我们这些 大家看到了 这些警察 这些警卫 这些义工 在门口站着 现在在大门口啊 交警警察 给大家维持秩序啊 哎 井井有条啊 现场将近三千人啊 这个深圳呢 哎 没有这些政府的支持 领导的支持 还有我们中共中央党校 老教授 任老教授 八十四了 跟他的妇人 在这坐了三天了 哎 没有啊 他们的支持 是吧 还有我们看这些摄像的老师 在这站了三四天了 哎 他们都从快递赶过来的 还有这些义工们 大家都看不到啊 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啊 没有他们 没有这么庄严的会场 我们大家怎么能这么舒服的 啊 有空调啊 有水 有吃的 哎 免费来听这三天四天的汇报 真的是要跳河自杀的 不死了 要离婚的 不离了 哎 所以说有人就讲 说和谐社会是个口号 不对 哎 他真能实现的 你看我们三千多人的这个会场 三天的论坛呢 井井有条 所以很多警察很奇怪 说这么大的会 哎 这么多的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 哎 井井有条 所以你们各位观众做得好啊 我们很感恩你们啊 真的是啊 哎 我们大家这才知道啊 这才知道什么呢 和谐是可以实现的 人是教的好的 那绝对不是口号 好人是教出来的 你看我们三天来这么多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现在这些老师啊 已经有很多坐上火车 他们到哪里去 到云南去了 我们八月二号在云南要有四天的论坛 我们今天晚上明天 我们很多老师就要上火车上飞机 到那个地方去了 所以各位观众 难得有这么一场盛会啊 我们千万要记得 那天给大家讲的这个试验 眼前这些花 这都是什么呢 道具啊 什么道具都是灾难 怎么讲呢 你看这个花啊 哎 三天之后哭了 哎 马上就哭了 什么原因呢 没有根呢 哎 他全都烂掉了 你看三天前还不是这个样子呢 哎 就变成这样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羡慕财富 羡慕人家富贵 羡慕人家好吃好穿大房子 升官发财 你怎么样呢 你也给他捡过来 捡过来之后没有根呢 三天之后就枯萎了 哎 这就是灾难 你要想得到幸福 想得到这个果实 怎么样 自己开花 自己结果呀 你有根 那个根是什么呢 弟子归 是你的人性 这个能够找到了之后 你幸福人生 就得到了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我们大家一定啊 认为 说这么好的东西 太好了 太神奇了 应该啊 传遍全世界啊 让世界人民都来看一看 灾难 冲突 怨恨 对立 恐怖 是可以化解的 哎 人是可以得到和谐的 这么好的东西 大家一定赞叹啊 从来没听过呀 我们在这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 像弟子归呀 了凡自讯呢 我们实在跟大家讲 实话说 全是皮毛 哎 全是啊 很肤浅的 我们还有秘诀呀 真有秘诀呀 这次我们没法给大家讲了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以后一定给大家把这个秘诀讲出来 对 一定向大家汇报 哎 你这才知道啊 你这才知道 我们中华民族古圣先贤的教导 那可了不得呀 其身无底呀 无量无边 那是真的 为什么呢 我们这才知道 中华民族的智慧 古圣先贤的智慧 这一点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那个真正的秘诀 你要是得到了啊 那个幸福啊 不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呀 这是真的 将来我们一定给大家讲 那么最后 最后 有观众向我们提问题 说 我看明白了 你们这些人呢 全是上台认错的 都说自己不好 检讨自己 忏悔 我们也学这个呀 这个东西真好啊 但是 我回去给我丈夫鞠躬 我给他鞠躬啊 明明是他错了 我恨死他了 我给他鞠躬 那不是假的吗 这有用吗 跟各位讲 有用 你看你回家 你给他鞠躬 你说我错了 对不起 你别跟我一起生气 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都是我让你 这个这个不好的 你请你原谅我 你心里在那咬着牙 恨死了 明明是他的错嘛 你这个道歉 忏悔 这假的管不管用 管用 你一天呢 多给他鞠躬几次 一天鞠个奇葩次 一个星期之后啊 你心里真的觉得 哎呀 没准真是我错了 你看 一个月之后 半个月之后 你就死心塌地 就认为 真的是自己错了 各位观众 当你知道 你知道你认定 是自己错了的时候啊 你的幸福人生 就开始了 真的 哎 我们 我们今天的人们 你去看 啊 你去听 今天的人们 有一个特点 就好像病人的 那个病症啊 都有一个一样 什么特点呢 全都是别人错了 恨政府 恨社会 恨父母 恨领导 恨丈夫 全是个他自己 是最正确的 这就是严重的病症啊 哎 反过来呢 你就天天说 我错了 真的是我错了 哎 你的幸福人生开始 否则的话 灾难人生 一直持续啊 所以这个 我们才知道啊 假的说多了 也能变成真的呀 哎 假话说多了 它就成真的了吗 哎 在这个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弟子规 这个 传统文化圣贤的教育 绝对不是用来去说的 是用来回去做的 你回去不能做到 你白来了 太可怜了 推开这个门 深圳有多少人听不到啊 就你听到了 你回去不落实 你说这多可惜的 在最后 我们呢 请这个工作人员 把灯关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三天来啊 是怎么过来的 这是工作人员 给咱们做的一个小的短片 我们很感恩 啊 走的时候